大家好 我是龙飞 今天是7月9号周六啊 那么今天呢 是把我们本周选择到的所有的标的呢 再次做一个复盘总结 那么首先呢 本周一共是选择到了19只标的啊 我们从这个涨幅排马的顺序一直一直来了看 首先呢 是排名第一的巨轮智能 那么巨轮智能呢 是属于当下的一个热门的一个标的啊 从前期四连版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去关注 那么在接近五字线的时候呢 我们是做了一次低吸的啊 低吸完了以后呢 目前呢 是依旧在车上 那么虽然说在周五呢 是出现了一个涨停 但是呢 还没有创下近期的一个新高 那么在周五的时候呢 同样也是和前一天周四的新高是打平的 那么这只标的呢 是以五字线作为强力的一个支撑 那么十字线下方是在3.78的一个位置 那么每一次达到五字线呢 都有非常强的支撑力度 那么所以这只标的只要能在五字均线的一个上方 那么呢 依旧是可以继续去留的啊 那么这只标的依旧还有两层的仓位在车上 我们就继续耐心的去等待 那么第二只呢 是保新科技 保新科技呢 也是我们选择到的一只标的 之前的时候呢 也是属于啊 非常热门的和这个IGG电池和晶三清机呢 都是非常热门的一个标的 那么经过了一个三天的一个涨幅以后呢 是处于一个五字线和四线处于粘合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就要明显的注意到 一旦跌破了十字线啊 那么十字线呢 就不属于支撑位 但是在周四的时候呢 却再次形成反包 那么收到了十字均线上方 那么一旦十字均线和二十字均线距离偏离比较远的时候呢 一定是以十字均线再次作为支撑位 那么周五再次涨停呢 使得这一家标的的整体的一个上攻趋势呢 再次得到了延续 那么我们观察周一能不能突破前期的9.90的一个进气新高啊 那么由于之前这只标的呢 有非常多的市场人气 以及很高的一个市场参与度啊 所以这只标的呢 在十字线 五字线位置再次走强以后 依旧可以作为我们 本周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标的啊 那么这只标的同样是在这个五字均线的一个上方 我们可以继续的去等待 那么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那么如果你是采用涨停战法去做一个追涨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高开和低开的幅度呢 一定要在正负的五个点以内 如果你是使用人气龙头低息的战法 那么比如说打到十字线 那么是一道低息的一个支撑位 一定要观察在五字线或者在十字线位置有没有资金去介入 那么有介入呢 说明市场的承接力度是比较强的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通过市场的一个几个定价 那么从9点15分到9点25分 这十分钟的一个时间呢 是可以看到买一以及卖一的一个变化的 尤其是在9点25分以后 那么下方如果有大量的资金承接盘的话 那么说明当天的市场人气呢 是非常非常旺盛的 一定要选择在买一或者是买五的这个区间范围内 一定要有非常多的一个资金去挂单啊 那么这个呢 才是可能当天市场的主力进攻的一个目标和方向 那么再接着往下去看呢 就是江陵汽车了 江陵汽车的话呢 当时是属于汽车板块的一个新秀啊 那么江陵汽车呢 目前也是三连版的一个走势 当然了 是可以继续的去留在车上的啊 那么江陵汽车呢 也是之前呢 在近期呢 给了两次市场参与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就继续的去等待 那么五字线和十字线也即将偏离 一旦上工的幅度比较高的时候 那么五字线和十字线一旦偏离 一定是以五字线作为这道强力的一个支撑位 那么干能是我们一直观察没有选择上车的一支标的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由于这支标的一个经历论是为负的 那么干能目前是市场的第一的一个人际龙头啊 那么也是市场短线油资的一个风向标 那么近期的赛道一旦是出现熄火以后呢 市场的油资主力再次形成了市场的一个赚钱效应 所以说市场的赛道和我们的一个油资是形成翘翘板效应的 那么这两天整体的北向之丁呢 也是没有过多的参与到我们市场上来啊 所以以这种短线的连板的标的呢 再次成为市场新的一个宠儿 那么像这种这么高的标的呢 我们一定不会选择去追的啊 如果第一波能够打到五字线的一个位置 看五字线的一个成见力度 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际龙头DC的一个点位 那么再接着往下去看 秦安呢 是我们选择到前期选择到跌停板的一个位置 那么同样呢 也是在二十字线的一个位置啊 是再次齐温走强 那么之前和大家说过 那么如果 呃 秦安和吉泰啊 包括这个松支都是前期连续跌停的一个标的 那么在五字线呢 是没有找到支撑的 同样在四字线也是没有找到支撑的 那么二十字线的位置一定是主力防守的一个位置 如果在这个位置二十字线附近 有主力去做承接 那么是可以考虑去适当去做低息的 如果二十字线都跌破了 那么这只标记基本上是没有短期拉伸的一个可能了 那么同样的是在二十字线附近呢 那么这只标记是再次走强 那么二十字线的强力支撑力度再次得到了市场的一个验证 但是从这里整体的量能来看呢 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放量啊 所以这只标记呢 相对来说啊 一定要看后期能不能够冲上站上失线 并且呢 走到一个较强的一个位置啊 如果说二十字线都没有承接力度 那么这只标记一定不能够再继续做了 那么秦安呢 能在二十字线起稳 说明还是有油资愿意去做这种市场的承接盘的啊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精致科技也是市场的一个五连版的一只标记 那么目前呢 整体的骨头总数 人均吃骨度啊 包括金利润 走的呢 也都是非常不错 那么目前呢 已经五字线和十字线开始出现了一个分离的一个状态 那么第一波强支撑呢 依旧是一五字线 那么下方的人气低吸位置呢 同样也是在五字线的一个位置啊 那么再往下就是大连重工啊 大连重工也是123456六连版的一个走势 那么目前呢 也是和文章当中写的一样 不适合就追涨了啊 如果第一波能够回到五字线 那么五字线要看资金的一个承接盘啊 如果有承接盘 可能还会继续走出一个上弓的一个延续态势 传印呢 也是之前走的非常好的一只标的啊 那么在五字线跌破了以后呢 同样也是在十字线找到了一个支撑 并且是突破了近期的一个高点 那么像传印呢 依旧可以去做一个关注 那么这一只标的所涉及的一个板块呢 是属于这个消费电子 那么包括这个柔性屏啊 消费电子概念啊 可能涉及的概念呢 不是目前的一个新的这个市场的一个热度 那么有前期的这么高的一个人力支持 人气的支持 包括近期阻力呢 一直在五字线 以及十字线附近呢 做一个震荡起盘的一个动作 那么在十字线位置呢 是再次发起了一个进攻啊 那么是可以继续去做关注的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明普了 明普在前段时间呢 是创下了近期的一个新高的 结果突破了以后呢 是反而逐步开始去走弱了啊 近期很多标的 一旦是创下近期的新高 或者是出现历史的新高以后呢 都开始去出现一个调整 包括这个风源也是一样啊 那么像这里 在这波上攻的过程当中 下方的一个十字线是明显的作为这波的一个强力支撑啊 如果说十字线没有跌破的话 依然是有非常高的一个承接力度 那么调整以后依旧有上攻的可能 那么短期这支标的呢 是重新站上五字线 接下来就要看三天的时间 能不能够突破19.55的一个进地新高 如果能突破 那么说明上攻的趋势延续 如果说三天 也就是下周一和下周二两天的时间 不能够突破19.55 那么这支标的呢 同样也是不能够再继续去留了 三天不创进地新高 是作为涨停战法的铁律 必须去严格执行的啊 那么正邦正邦目前呢 也是在五字线和十字线做一个均线联合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这里呢 其实随时阻力都是有可能去发动上攻的一个可能性的 那么这支标的下方的二十字线呢 是距离非常非常远的 如果说阻力在这个位置一定洗盘的话呢 一定是不会洗到二十字线的 那么从前期的市场人气龙头来看 十字线是作为这波的一个强力直升 也就是说下方的47.22是阻力近期的一个成本线 即使出现洗盘啊 那么打到这个位置呢 一定会有资金去做一个承接 那么短期内资金呢 一直是没有发起总的一个进攻啊 一方面呢 没有市场的一个上攻情绪 另外一方面呢 市场的情绪热度呢 不在这支板块板块和标的当中来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等待啊 看能不能够再次突破前期的一个新高 因为这支标的整体的位置相对来说价格是比较高的 所以散户参与的这种可能性呢 相对来说比较少 那么像十元以下市场的这种板块以及标的参与度相对来说 市场散户的参与情绪呢 将会更高啊 那么这支标的呢 在短期 我们要观察能不能够啊 连续突破上方的一个66.35的一个位置 那么在接下来呢 实现依旧是作为强力的一个支撑点 那要看他横盘的一个时间 能不能够再继续出现上攻的一个动能 那么这支极态的话呢 同样也是我们之前和秦安呢 做一个分析总结 同时呢 也是做对比的连续的三天的跌顶版 那么达到二十日线这个位置呢 这里呢 是有资金去做承接的啊 当天是跌破了以后 再次有资金开始出现进场 那么最终呢 只是收涨了3.95 那么从这里明显的看到呢 资金是没有大力的去做承接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像这些标的不管是浙江市保也好 还是中通客车也好 那么都是属于这个新能源汽车板块里面的汽车整车啊 包括这个和汽车相关的一个板块 那么他们的一个打压对于市场 尤其是对于这个板块呢 影响呢 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如果中通和市保呢 能够再次出现涨停的一个走势 将会极大的带动新能源汽车整车板块再次上攻的一个力度啊 那么在周五的时候呢 中东客车和浙江市保呢 也是受到了市场的打压 所以呢 对于前期一起起来的这些汽车板块的新能源龙头呢 也是受到了一定幅度的一个影响啊 那么目前呢 我们要观察二十字线能不能够成为这只标的新的一个支撑 如果能够起到支撑的一个作用 那么很有希望会再次起到二波 那么二十字线一定是不能够再继续跌破了 跌破了以后 这只标的呢 也就不能够再继续留了啊 那么广东宏图 广东宏图呢 也是在本周的周四创下历史新高的一个标的啊 同样呢 也是在周五给了一个上车的一个机会 那么目前呢 刚创下历史新高很有可能呢 会再次被受到打压 那么这只标的呢 同样是以十字线 作为强力的支撑力度啊 每一次达到十字线呢 都会出现近期的一个新高反弹 所以说 这里的十字线二十四点五五 将作为这只标的调整下方强力的一个支撑位啊 我们接着去等 如果这只标的没有选择调整啊 或者说 能够在三天创下近期的一个新高二十八点六五的历史新高 那我们就继续去留啊 那么同样 我们在每一次去上车之前呢 已经把操作的策略全部都已经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应对 如果接下来往下去打压 打压的幅度过于大的话呢 我们适当的可以调整啊 调整我们的一个策略 那么接下来一定要观察三天的时间 能不能够突破近期的新高二十八点六五啊 那么再接着往下去看松支 松支也是之前的一个人气连板王啊 结果呢 也是连续的受到了三四天的一个跌停板的打压 目前同样是在二十字线的一个位置找到了一个支撑 那么这一条线二十字线是作为下方的一个低息线 一定是不能够跌破的 一旦跌破 这只标的将完全丧失市场的一个人气 以及最后一道支撑的一个防线啊 那么通微呢 同样也是创历史新高以后呢 开始出现了调整 那么像通微这只标的主升浪的过程当中一二三三天的时间没有能够创下近期的一个新高 那么这只标的呢 就不能够再继续去留了 三天不断进行新高 是作为铁律必须要去严格的去执行的啊 那么再往下看呢 就是中米红件 中米红件呢 也是突破创历史新高以后呢 也是一二三三天的时间 没有能够创历史的一个新高 没有能够突破 那么同样的啊 和这个 同微一样啊 三天不创新高 我们就下车 因为我们时间成本 资金成本 都是需要一定的一个成本的 那么有好的标的呢 我们一定会选择更加合适的标的来优化我们的一个投资组合 那么金权华同样呢 也是在创下历史新高以后呢 开始出现了一个十字心啊 那么以近期历史新高的一个标的去看的话呢 每一次创下近期新高以后呢 都会出现为数三天的一个时间调整 那么同样金权华 如果三天的时间不能够突破39 那么同样的也是不能够继续留的 风源这一支标的呢 也是在创下历史新高以后啊 在67的一个位置创下历史的新高以后 让大家去关注了 结果当天是想上车 结果这里呢 手术没有跟上 啊 结果呢 这里是避免吃了一个大面啊 结果是第二天就出现了一个跌停的一个走势 那么利用涨停战法上车了以后 一旦是出现跌停 或者是三天没有创经济新高 一定要选择下车啊 千万不要有任何的一个犹豫 那么这只风源呢 也是在创下历史新高以后呢 开始出现了连续的一个调整 那么在这里呢 是连续的一个五连板 那么从这里位置五字线和四线都没有能够形成这里的强势支撑线 那么接下来可能就要经过长时间的一个震荡啊 他是在等 等二十线能够再次形成强势支撑的时候 主力可能才会再次的去进行介入啊 那么这只标的呢 第一刚上车就出现大幅打压跌停 一定是不能够再继续留的 那么第二呢 已经啊 可能当天出现跌停以后呢 连续的三天不能够创近期的一个新高 也是不能够再继续留的了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这个潘刚啊 潘刚呢 其实这个标的走的呢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那么在四连板以后呢 当天呢 也是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上车机会 结果上完车了以后 当天涨停第二天再次新高以后 再次出现一个跌停的一个走势 那么如果是利用涨停战法 刚上车了以后 出现跌停呢 是一定要去选择下车的啊 不管情况如何 一定要选择下车 并且在这里 如果用人气龙头低吸战法的话 5.37啊 才是下方的一个非常好的低吸点位 那么从这里跌停版的历史来看呢 目前距离下方的五字线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那么同样要看在5.37这个位置 有没有资金啊 或者是敢于在这个位置去做一个承接 那么有成有承接的话 可能再会 形成一波上空的一个走势 如果5.37跌破了 那么下方的一个十字线啊 可能逐步的向上顿化的过程当中 才能够走到在十字线起稳的一个走势 那么所以这只标的呢 也是在周五直接选择了下车啊 因为当天刚涨停就出现跌停 一定是由主力机构做洗盘 或者是有直径出逃啊 那么任何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整体的风险给放在第一位啊 同样这个日风呢 同样也是啊 上车了以后呢 结果就出现 一个打压 那么当天上车了以后呢 结果是当天再次出现了跌破五日线的一个走势 那么这波日风走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啊 尤其是在五日线附近 那么资金呢 也有承接 结果呢 在冲高的过程当中跌涨停没有封住 反而是奔着下方的一个五日线跌破而去了 那么实在是没有办法 一旦跌破了五日线呢 一定是不能够再继续留的 因为这波阻力的支撑线呢 就是五日线啊 一般强势的标的呢 是不会跌破五日线的 这也是为什么利用人气龙头低息战法在五日线去做低息的一个原因 那么结果这只标的呢 是直接跌破了五日线 那么是肯定不能够继续留的啊 所以在这一天呢 也是直接选择了下车 那么这只标的呢 同样也是跌破了十字线 那么接下来呢 就要看二十字线的一个承接力度了 那么在短期之内 跌停了这只标的呢 暂时是不考虑上车的啊 那么接下来呢 这十九只标的就已经全部给大家做了一个复盘的总结 那么在明天晚上的文章当中呢 已经选择到了五家标的啊 那么的五家标的呢 会再次做一个排名 同时对本周指数整体的一个范围再次做一个预判 那么下方的一个二十字线在3342附近已经形成了近期的一个二十字线 但是下方呢 依旧在3320点是形成了一个没有回补的跳空缺口 那么如果能够回补了这个跳空缺口以后 再次站上二十字线 才能说明指数的主升浪啊 以及目前的一个上攻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那么短期之内呢 将围绕下方的一个3320的缺口 以及上方的3424点的高点 去做一个区域的一个震荡 那么我们在周日的文章当中 再做一个具体的详细讲解啊 那么本周的涨历码复盘呢 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